未講不到 之前我想介紹我們這個堂會的穆關部主席 我們知道穆關部是一個教會裏的組織 一個很重要的部份 是牧師和教友中間的橋樑 在Liu講到以前 我們先請Richard 他是我們穆關部的主席 穆關部就是牧師和會友之間的橋樑 如果我們教友對牧師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意見 又不想直接跟牧師說 隨便跟牧關部的人說 如果教友對牧師有什麼意見 或是看法 不想直接對牧師講的時候 也可以到牧關部去跟他們討論 牧關部也是教會的人事部 牧關部也是教會的人事部 所以教會 教職員和獸身的 除了牧師之外 是由牧關部做主持的 除了牧師以外 我們教會你們的職員 都是由牧關部去安排 現在請Richard跟我們講一些話 Good morning everyone It is my duty to keep you informed as the Staff Parish Relations Board Chair And I have some news if some of you have not received the letter or the email correspondence that Pastor Ng will complete his assignment here at CCUMC on June 30th and he will not be reassigned to this church after July 1st. I know this comes as a surprise to many of you and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during this transition that all of you are together and all of you support our pastor, Pastor Lim, and that we move forward in our faith journey and pray together for our church and for all our leaders, Leo, Yvonne, and for SBRB. My committee consists of Yolanda, Irene, Yvonne, Jane, Ian, Derek Lang, Matthew, Wong, myself, and Charlie, and Leo, of cours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ncerns regarding this matter,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me to SBRB, myself or to Pastor Lim.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any of your questions or any of your concerns about this event. I hope that and pray that our church stays together. Thank you. Thank you. 首先馮主席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他想我们大家知道 由现在五穆斯在度假期间 但是到六月尾他的工作就完成 所以七月开始他不会再回到这个教会 他想告诉大家 林穆斯林西湘穆斯一直在我们这里教会做主持的 我们应该支持他 大家给一次鼓励 他又想说木关部的成员 我们知道木关部其实都是教会的会友来的 不过是中英文两堂的会友合在一起 他自出除了他做主席之外 还有Irene 还有Yolanda Yvonne 我也是一个 Jolly 还有Charlie Charlie Charlie Hogue Matthew Derek Matthew Jane 这几个都是英文堂的 所以如果有些东西你们不想直接跟牧师说的 我们很欢迎你跟我们说 我们会跟你代言或者解释尽量 刚才我们冯主席说作为他是一个主席的职责 他要在这里要跟大家宣布就是 吴志平牧师他到这个月的月底 就是6月30号 他已经在我们这里的职责已经完成了 然后他7月1号开始不会再集派回来 然后就是他这两个礼拜就是在度假 那希望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可能很惊奇 但是呢希望我们教会要团结一致 做共同的努力 还有就是刚才冯主席西讲说我们冯官部的同仁 是有他本人啊 还有Leo 还有Jane 还有Matthew 还有Irene 还有我 还有Yolanda 还有查理 我还记得了Matthew 吗 Matthew 跟Derek 我们都是那个努官部的委员 就是说希望大家如果在这个事情里面 你们有什么的问题可以学习一下我们 或者是跟林希山牧师来跟我们谈也可以 那希望各位我们是一致的要支持我们的林牧师 Shannon 这是我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 offen that all of you are committed to journey through this transition 有 conscious ward的 走了他 SA Brittany 谢谢你 谢谢我 Thank you. Thank you. Also, we'd like to thank the contributions that Pastor Ng made to CCUMC, and we wish him and his family well as he continues God's calling. Thank you. Also, there is a card, thank you card. We hope that we can sign it for him, and let him know that we are still looking forward to it. 馮主席,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We hope to continue to support Mr. Ng. We'd like to thank Mr. Ng. Mr. Ng. for the past few years for us. We'd like to thank Mr. Ng. Thank you. Thank you Richard. 如果大家聽到剛才的消息, 仍然有些覺得很突然,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自己是在1956年加入的教會。 我自己是1956年加入這個教會。 所以數下已經有55年。 我們數一下這是55年了。 在這55年間。 在這55年之間。 如果不算吳牧師,不算林西雙牧師。 那如果不算林牧師跟吳牧師的話。 已經先後有七個牧師在這個教會服務。 已經先後七個牧師在這個教會服務。 他們服務的時間有長有短。 他們服務的時間有長有短。 最長的是35年。 最長的是35年。 在衛理教會的規則, 牧師是受匯督和教區長委派的。 在我們衛理會的規則, 牧師是受匯督和教區長委派的。 通常是一年為期。 通常是一年為期。 從七月開始直到第二年的六月底。 從七月開始到明年的六月底。 所以每年在六月中, 由匯督主持一年幾日的年議會結束之前。 所以在六月中的時候, 通常是年議會開始以前。 結束以前。 對不起,結束以前。 不對勁之間。 匯督就會宣佈在他屬下三百六十多間藝里教會。 由七月開始委任牧師的名單。 匯督就會宣佈他下面三百六十多家教會, 他們牧師的名單。 從七月開始的牧師的名單。 從七月開始的牧師的名單。 那当然那些被委派的牧师 他会收到个别的通知 让他们有预备 所以在去年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和刘金福牧师和师母道别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跟刘金福牧师和师母道别 虽然是依依不舍 虽然是依依不舍 但是我们仍然为他被委派到另外一个教会 而祝福他们 但是我们仍然是祝福他们被委派到另外一个教会 所以今次吴牧师的离开 是一个正常的运作 所以这次吴牧师离开是一个正常的运作 我再提一下 等一下崇拜完了之后 我们在旁边的茶会 我们预备了一个卡 一个多谢卡 我们希望大家签名 寄给他 让他知道我们是多谢他 我们特别要提一下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茶会的时候 请大家到赴堂去查试的时候 要写一个感谢的卡片 让他知道我们的感谢 好了 转回正题 转回正题 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四章 二十二至三十三节 这段经文是林西湘牧师挑选的 今天的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这段经文是林西湘牧师选的 在上一个星期三晚 他在Sacramento 开年议会的场地 打电话给我 是在礼拜三的晚上 林牧师在开联谊会的场地 打电话给Leo 要我今次在这里担任广道 要李有今天在这里担任讲道 虽然我已经不是平信徒讲员 虽然我已经不是平信徒讲员 但是牧师有命 不禁不从 但是牧师有命 不敢不从 在讲道之前 希望大家一起祈祷 再讲到以前 希望大家一起祈祷 但愿我口中的话语 我们各人心里面的深华意念 在你五年前都蒙你的祝福 阿们 阿们 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书十四章 二十二至三十三节 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 在中文《和合本圣经》 这段经文的标题就是 耶稣李海 在《和合本圣经》里面的标题 就是耶稣李海 李海 就是在海上面走的意思 就是在海上面走的意思 这段时迹 我相信大家和我都是一样的知道 这段四节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都知道 是耶稣在他三年的传道生涯之中 是耶稣在他三年的传道生涯之中 他做了很多神迹里面的一个 内容是耶稣在加利利海的岸边 从水面走去海里面 在船那里的门头 内容是说耶稣在加利利海岸边 从水面上走上海中船上面的门头 这里说加利利海 其实加利利海不是很大 这里说加利利海 其实这个海不是很大 中横是大约四里到十五里左右 那中横大概是四里到十五里左右 正式来说不过是一个湖 正式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湖 但是我们讲惯出的是海 但是我们习惯了讲说是海 所以我接到林牧师这个命令 我就去看圣经 那当利尔接受到林牧师的这个命令 他就来翻阅圣经 重新再重头读一次 重新再念一遍 不止只是读这一段 我还读一下前文后语 不单只是这一段 还要念前文跟后语 我发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留心 或者是没有想到的地方 我发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留心 或者是没有想到的地方 我今早想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首先耶稣里海这件事 不单是在马太福音有记载 首先耶稣里海这个事情 不单是在马太福音有记载 在马可福音和在约群福音 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 在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 也有大同小异的记录 而在耶稣里海这件事之前 另外有一件大神迹 而在耶稣里海这个事情以前 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神迹 这个神迹是记载在四部福音书 这个神迹都记载在四部福音书中 这个就是耶稣用五个饼 两条鱼 喂饱了五千人 这件事 这个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 来喂饱了五千人的神迹 其实五千人只是算男人 那其实五千人只是算男人 以前是大男人主义 那以前是大男人主义 还没有算妇女和小孩 还没有算妇女跟小孩 所以加起来可能有整一万人 那可能加起来有一万人 五饼二鱼喂饱一万人 那五个饼跟两条鱼可以喂饱一万人 不止是这样 之后收到那些零碎 还可以装十二个蓝 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很多人 有体验到的大神迹 这个是很多人可以体验的大神迹 假不来 假不来的 我们看这段马太福音的记载 他一开手就说 耶稣随即吹门徒上船 那这个马太福音 我们看这一段的开始就说 耶稣吹门徒上船 一开手就说 吹门徒上船 一开始就说吹门徒上船 但是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记载 但是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记载 原来是有理由的 约翰福音更加讲出 说当耶稣喂饱了这五千或者一万人之后 那约翰福音说了 耶稣喂饱了这五千或者一万人之后 这帮群众就开始想到做大神迹的先知 那这帮人就想到做大神迹的先知 很可能就是他们从旧约圣经 一路有预言 说有一个救世主来救他们 那很可能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讲的一个救世主 会来救他们 会带他们离开他们的统治者 会带他们离开他们的统治者 所以他们就蕴让要逼耶稣称王 做一个犹太人熟世的王 做一个犹太人熟世的王 就是说要做反 就是要做反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仍然是罗马人统治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还是罗马人在统治 但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 但是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 他刚世不是做犹太人的王 这么简单 耶稣基督的降世是请求全人类 耶稣基督的降世是要拯救全人类 包括你 包括我 包括你跟我 而他帮门徒也在 现在他的门徒在这边 所以耶稣就很不希望这帮门徒受到群众的影响 耶稣不希望这帮门徒受到影响 所以他就催他们上船离开 由他自己一个人押后处理这帮群众 由他自己一个人在后面处理这帮群众 趋这个字在英文就是made 那个趋这个是英文就是made made就是m-a-k-e make的过去式东西 这是一个m-a-k-e make的过去式 我讲一样我以前教耶稣 你又现在在教我 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有强迫的意思 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是要强迫的意思 也就是说门徒其实好像不想离开耶稣 那就是说门徒其实不想要离开耶稣 很可能他们不想失去一个老师做王的机会 那可能他们不希望失去一个老师做王的机会 这样他们自己一定会有好处 王的门徒 那他们就变成有好处了 变成王的门徒 所以耶稣才需要逼他们 吹逼他们上船离开 所以耶稣就要吹破他们 要他们离开 他自己一个人留后处理这帮 蕴阳群情汹涌这帮群众 他自己一个人留下来 在处理这一帮混让的群臣 慵容的这帮群众 处理了之后 他不是立刻去见这帮门徒 他处理以后 不是立刻去见他的门徒 圣经说他是一个人 独自上山去祈祷 圣经里面说他独自一个人上山祈祷 去休息 去休息 祈祷就是休息 祈祷就是休息 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要祈祷 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要祈祷 耶稣在这里又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教训 就是当我们遇到生活上高有什么挑战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挑战的时候 如果觉得我们自己不能够应付 如果发现我们自己不能应付 记得我们是有靠山的 而我们的靠山是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 而我们的靠山就是我们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懂得 要记住 要记住 时时回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来支取这些能力 常常向我们的天父来支取这些能力 智慧 智慧 爱心 爱心 绵敏 怜悯 喜乐和平安 我们的生活时时会遇到两种危险 我们在生活上常常会遇到两种危险 第一种危险就是不停地活动而没有休息的时间 第一种就是不停地活动而没有休息的时间 一个人没有足够的休息一定工作不会也好 一个人没有休息的话工作一定不好 同样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时间跟上帝交通 同样的基督徒没有时间跟上帝沟通 也很难有好的基督徒见证 也很难有好的见证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很忙 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很忙 而不让上帝有机会跟我们一起 而不让上帝有机会跟我们同在 我们不懂得安静下来 留心听上帝的说话 我们不懂得怎么安静下来听上帝的话语 这样他又怎么可以补充我们的能力 补充我们的智慧呢 那这样怎么可以补充我们的能力跟智慧呢 上帝是一个掌管我们美好生活上的主宰 那上帝是掌管我们美好生活上的主宰 我们如果不时时跟他接触 如果我们不常常跟他接触 我又怎么会有能力去负担生活上的责任呢 我们需要上帝的能力 我们需要上帝的能力 来支持我们完成上帝的工作 来支持完成上帝的工作 我们如果不寻求安静的地方跟上帝相会 如果我们不寻求安静的地方跟上帝交通 我们又在哪里找到上帝呢 我们又在哪里找到上帝呢 第二种危险就是只顾灵修 而不做进取的工作 第二种危险就是只顾灵修而不做进取的工作 但是我相信这个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不是大部分的人的问题 我们很少有人会只顾灵修而不做工作 那我们很小会有人只做灵修而不工作 所以我不会再多讲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不多讲这些方面 继续看今天的经文 说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 那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 说耶稣独自在山上祷告到了晚上 耶稣的祷告不是好像我们那样 往往浮显几句祈祷文那样的算数 耶稣的祷告不是我们往往是浮显几句祈祷文就算了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我这样说是我自己的经验 祂跟神的交通不单止是单独地专心 祂跟神的交通不单是单独地专心的 而是从一个黄昏的时候到晚上 而是从黄昏一直到晚上 那你数一下有几个钟头 你可以数数看有多少个小时 不是几分钟 不是几个字 是几个钟头 不是几分钟 不是十几分钟 而是几个小时 甚至我们可以说随时随地 甚至我们可以说随时随地 经常说到了晚上四更天 那经常说到了晚上四更天 四更天就是早上三点到六点的时间 四更天就是早上三点到六点 天梦刚的时间 天梦亮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耶稣从山上看到门徒一船 在湖里面受那个风浪的打击 那耶稣从山上看到门徒的船 在湖上受风浪的撑击 他关心他的门徒 他关心他的门徒 所以他马上下山 一直到岸边 而我在猜想 那我在猜想 他当时他的关心 不是他想表现他特别的做神的权能 他当时的关心不是说要表现他神的权能 所以他一到岸边 他都不停地继续在水面走去那个船 所以他到了岸边 还是不停地在水面上行走 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当时的心意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耶稣当时的心意 我在那这样猜想 我在那这样猜想 我想都挺合理 他关心他的门徒 他关心他的门徒 他一直这么冲长 一直这样走上去 在海面他都是这样走 在海面上这样走 当然他有这样的能力权力 当然他有这个能力跟权力 按照圣经上高的文字来看 他说当时应该是圆圆之夜 那照圣经所说的当时是月圆之夜 如果我们有经验当时的地理 那如果我们有经验当时的地理 我这么说的我去过 我教授因为我闻到过那边 他应该是站在地中海的西岸 在清晨的时候 月光应该是射向在船里面的门徒 在清晨的时候 月光应该是射向船上的门徒 所以耶稣是背光 所以耶稣是背光 耶稣是背光地走去那只船上 耶稣是背光地走去那个船上 我们知道背光你看不到的人的样貌 那你知道背光是看不清楚人的样貌 那我们又可以想象 这帮门徒在船那里 船在那里跑在那里风浪 他们正在那里挣扎 我们也可以想象到 门徒当时在那个海上 那个风浪当中 在跑的当中 老师也不在 老师也不在 他们的心情一定很乱 突然间看到有个黑影在船上下过来 突然间看到一个黑影在海上走过来 很自然的他们害怕 以为见鬼 以为是见鬼了 大声喊 大声喊 耶稣说 是我 你放心 不用怕 你放心 不用怕 这个不是当时2000年前的历史这么简单 这个不单只是2000年前的历史这么简单 这个在今天同样会发生 这个今天同样会发生 因为今天当我们的生活上高 遇到疑难 我们不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 今天我们生活上遇到疑难 而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 只要我们留心静听 只要我们留心的静听 我们就会听到主耶稣的说话 我们就会听到主耶稣的说话 他会说 他会说 放心 是我 不用怕 这个就是做基督徒的福气 这个就是当基督徒的福气 我们可以听到主亲自和我们这样说话 我们可以听到主亲自对我们说 经文跟着还有一段插曲 经文跟着还有一段的插曲 就是关乎门徒西门彼得 就是关于门徒西门彼得 他在船上高 本来见到这个黑影这样来 他都很害怕 他在船上看到海上有一个黑影像走过来 他也很怕 但是知道是老师的声音 是老师来的 他就放心了 但是知道是老师 他就放心了 不止是这样 他说 让我都可以在海面走去你 他说 他也希望在海上面这样走 耶稣说你来吧 耶稣说你来吧 于是彼得就真的落船 在水面走过去 然后彼得就真的下船 就在海边上走 走的时候 我相信第一个几步他走得去 下船他走的时候 当初几步是可以的 但是跟着他看到风大 然后跟着他看见风这么大 看见浪 看见浪 他就沉了下去 他就沉下去 他害怕 于是他立刻说 主啊救我 然后他就说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着手 他拉着他 那耶稣的伸手把他拉住 你这个小信的人 为什么你要疑惑呢 为什么你要疑惑呢 我叫你来就来 我叫你来你就来 为什么怕呢 这个是对我们日常生活 一个提示 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提示 我们要眼望耶稣 我们要眼看耶稣 不是只是看我们周围的隐忧 不只是看我们周围的隐忧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困难 我们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要定精在耶稣 今天我们教会的情形 对一些人来说 可能是有点风风浪浪 今天我们教会的情况 可能对一些人来说 是有点风风浪浪 但是只要我们定精在耶稣基督 但是只要我们定精 望耶稣基督 和他说主啊救我 跟他说主啊救我 我们一定会觉得耶稣伸手来拉我们 我们一定会觉得耶稣伸手来拉我们 让我们保持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保持我们的信心 今天这段经文最后是说 耶稣拉住了彼得上船 最后这段经文说 耶稣把彼得拉上船 上船风就停了 上船以后呢 风就停掉 我们的主是一个有权力 掌管宇宙一切的主宰 我们的主是有权力 掌管宇宙一切的主宰 我们认识了他 我们认识他 相信他 相信他 我们认识他 我们认识他 我们知道怎么去求他 我们想怕什么呢 还怕什么呢 想大家低头 想大家低头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知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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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的身边 伸出你的手 拉我们 给我们知道 主你在我们的身边 随时 随时做我们的请求 我们今天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多谢 这首给我们这么好的提醒 让我们唱一首 圣诗作为回应 普天传赞 第二十九首 在主怀中歌 我们唱第一和第五节 阿们